把香蕉丢入空气炸锅中 出锅送进便美食 特别的解馋 尤其是家里的孩子 超爱吃 今天这个做法我也才知道 赶紧分享给大家 下面跟着视频一起来看一下吧 首先我们准备两个 马上坏掉的香蕉 把香蕉皮我们给它去掉 去完皮的香蕉 用刀给它切成小段 切好的香蕉蛋 放到一旁暂时备用 再准备一个玻璃碗 里面打入一个老王下的蛋 用筷子 把打入的鸡蛋 我们给它搅拌均匀 搅拌好以后 放到一旁暂时备用 接下来再准备一个小盘 调入些面包糠 然后呢 我们把切好块的香蕉 先蘸一下鸡蛋液 把鸡蛋液均匀的裹麦在香蕉上面 再蘸一下我们的面包糠 均匀的裹在我们的香蕉上面 这样子就可以了 香蕉全部裹完鸡蛋和面包糠 放到盘子中以后 暂时备用 然后空气炸锅里面 放一张空气炸锅纸 再把我们的香蕉 均匀的给它摆放到空气炸锅中 全部裹到空气炸锅中以后 我们放到空气炸锅里 温度180度 给它烤10分钟 接到打开空气炸锅 哇 看着好香啊 我们把烤好的香蕉给它取出来 这样咱们好吃又美味的烤香蕉就做好了 哇 这样做出来的烤香蕉呢 外酥里嫩 超级的好吃 嗯 太香了 香蕉你要学会这样做啊 你家孩子从此告别肯德基 这样做出来烤香蕉呢 比打鼠叠还好吃100倍 关键自己在家做 成本只需几块钱 做法超级的简单 今天烤香蕉这个做法就分享给大家了 如果你喜欢就收藏起来有时间 给孩子做事吧 麻烦由您发财小手在这里帮忙点赞转发 让更多人能看见这个烤香蕉做法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